我們希望說我們大概所有我們台灣的民眾 就是說對於整個藥物 如果不使用的藥物 過期的藥物 一定要記得 如果它有是腫瘤的藥物 一定要送給我們的回收站 還是送到醫療 還是要做特施的處理 那一般的藥物 那就可以 一定要記得丟到混化爐 不要放在抽水馬桶 因為我們台灣的下水道目前的情況 在整個硬體的設備還是比較弱 所以說那個會造成我們水源的汙染 環境的汙染 那就是把那個液體的東西把它固化 你可以加上那個茶葉渣啦 咖啡渣啦 還是插手指把它變成固化的時候 丟到混化爐的部分就可以解決 就不會造成我們那個環境再次的汙染 我想這是蠻重要 因為這塊土地我們要愛惜它 因為它是要留給我們的子子生生的 是這樣子 謝謝